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大家能够订阅 收听跟收看 当然我们很期待您可以透过捐款的方式来支持我们所做的报导以及专访 让我们的独立媒体可以走得更远 走得更好 那今天在节目当中你可能看到这个画面应该会觉得很压抑 哇 终于没有再用视讯了 所以今天声音听起来可能会好一点吧 没有错 因为今天我们终于脱离了网络而到一个实体的空间 因为今天在我们节目当中要来跟大家介绍一本书 这本书的名字叫做《失去青春的孩子没法见教生的圆梦与睡梦》 今天的来宾就是这本书的作者 图小蝶来跟我们一起谈这一本书 小蝶你好 老师好 大家好 对 谢谢你让我们 你现身了 让我们在这个节目的时候终于脱离了两年的网络 因为有时候就是因为刚好疫情来了 然后我们就习惯 最重要是节省成本 要不然每次我们到每个地方去花的时间成本 经济成本其实也都蛮高的 所以谢谢你到中正大学来 让我们有机会来谈这本书 那这本书其实我非常喜欢 这其实我已经列入我明年上课要读的一个教材 因为我以前都是读写汉超商 因为我觉得写汉超商这本书让我很喜欢的地方 是它谈到那个 其实很政治经济学一个结构历史 然后回到那个个体的身上 然后虽然个体回应那个结构其实相对比较少 可是你可以看到那个整个的一个经济发展的脉络 以及作用到一个小的个体的身上 那你这本书其实不只是有这个大的结构性的分析 你也回到了那个个体怎么去回应那个大的架构 那个制度 我觉得非常好看 就是这部片如果 这本书如果有机会拍成纪录片的话 应该会是一个非常非常精彩的生命的故事 以及一个大的台湾产业发展历史 或者是一个现代发展的一个过程 那不过这本书的名字其实听起来有点悲伤 叫做失去青春的孩子 每个人青春只有一次 但是如果失去的话 它还有什么呢 为什么你当时会写这本书 而这本书其实上是来自你的硕士论文 在什么样的缘由 什么样的原因让你写这本书 而且还取了这样的一个失去青春的孩子这个书名 其实一开始会关心到尖叫合作 尤其是没法尖叫合作 最主要的一个原因是 我有我的家人有人是没法尖叫生这样子 那他其实在作为尖叫生以后啊 我觉得他生命经验跟我有很大的不一样 这么说呢 那我们其实都不是家庭非常富裕的孩子 然后我印象当中是假如我想要为家庭节省一些经济的负担 我觉得我心里想到可以努力的方向就是很努力的念书 然后不要考上私立的学校 因为学费很贵 那表妹当时就是跟我分享 她接下来要做什么学徒的选择的时候 她跟我说她想要去念高职 因为高职可以学一级职场 那重要的事情是她想要半工半读 这样子可以减轻家里的经济负担 那这件事情后来是在她国中毕业以后 念高职的过程当中 两个月的暑假 她就开始要去实践她想要做的事情 但是她去外面找很多工读发现 因为那时候国中毕业大概15岁16岁左右 在外面找不到什么工读 我印象当中我大学18岁要去素食店打工的时候 实薪大概72块 然后也很难找到 大家就是会一直很怀疑说 你到底可以做多久啊等等的 所以我们更可以想见当时表妹她去外面15岁 想要找工作是一件多么困难的事情 那后来她找到了这个工读机会 这个工读机会出现在法廊里面 那她就去里面做一些助理的工作 那在里面就认识了在里面做实习的尖叫声 所以那时候还不是尖叫声 她只是去打工然后刚好认识了尖叫声 对 然后那她也透过这些尖叫声的经验认识了尖叫合作 后来她就跟我们说 她想念尖叫合作 所以她是自己自愿跑去了那个读尖叫合作 对 她就是自己去了尖叫合作 那后来她去做尖叫合作了以后 她的生命经验跟我很不一样 包括她很多时间都在实习 然后早上九点上班 然后晚上九点才下班 然后呢开始化妆了 开始凳高跟鞋了 这些样子 外貌也都不通 都不一样了 那这其实对我来讲是一个很大人的样子 你还是一个青春的小女孩 对 但是她已经慢慢的一个社会化成熟的样貌了 对 那甚至一开始学化妆都是表妹教的 然后 我印象一个很重要的事件是有一年的储夕业 然后大家都回家了 可是表妹没回来 那因为其实在没发产业来说就是 过年大家都想要顶一个新的头发 所以他们其实是最辛苦的时候 那就听到舅妈说 她就是在加班 那要结束店里的工作之后才可以回来聚餐 这件事情对我的印象有点大 我觉得就有点冲击 想说她是做什么啊 就是为什么她是一个学生的身份 然后15到18岁的年纪 但是家里的大人都回来吃饭了 她还在法廊工作 那其实我跟表妹的关系很好 然后以前我还记得那个时候 不知道现在还留不留心的离子堂 当时他们要做技术 就是要去确认技术好不好 我是她的法模这样子 然后跟她聊天的过程有一次 我就记得我们一起经过一个法廊 我就问她说再给你一次机会 你要不要选择做尖叫声 那个画面我印象很深刻 她低着头然后就摇头 她就跟我讲说她很羡慕我 有同学有下课时间 有放学时间 有寒暑假 有毕业旅行 有社团活动 那这些都是她在建教合作这三年没有的东西 那其实也就是回应到说为什么书名会定在失去青春的孩子 其实很多我印象当中有一个孩子就跟我讲说 这个就是建教人生 当别人在毕业旅行 当别人在玩的时候 你就是乖乖待在法廊做你的工作 所以这就是这本书 就是当时命名还有为什么会开始的这个一代 所以一个小女孩在15岁的时候 其实她生命就开始产生了一些不同的变化 在一般我们认为所谓的挂号正常的生活当中 她就是可能再去念国中毕业念高中 高中可能考大学 那高中就有很多的社团活动 有朋友然后有不同的学习 那当然也会有成就感或是没有成就感 然后谈恋爱等等的这样的一个一种青春的样貌 就会在她的高中生涯出现 但是照你的说法 一旦进入到这个建教的系统当中 这个青春似乎不是像一般人所想象 或是一般人的生活那个样子 那其实当然很多人会有点搞不太清楚 就是建教生或者是实习生 或是建教合作 这几种不同的学习有什么不同 例如说大学里面或是高中 可能也会有所谓的实习 那大学的实习可能大概就是两个月 或是一个学期 那顶多就是一个学年 那这个不会失去青春 可是为什么一个建教生 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体制 会出现你刚刚谈到的在一个人生上面 似乎仿佛有了一个比较大的转类或是一个岔路呢 好那我们就是可能要先就是了解一下建教合作是一个什么样的教育制度 那其实在台湾我们可以听到很多实习方面的制度 好比说实习它就是一个概念 然后或是可能以前听过双轨旗舰啊 或是铲学携手合作等等的 那建教合作呢它其实是针对特别的一群人 那就是高纸15到18岁的学生 然后它主要会有几种方式 一种叫做三三轮调制 也就是说我三个月在学校念书之后的三个月 我就到企业去实习 那再三个月再回到学校 然后三个月再去到 那他们通常就会有两班AB班 假如A班 轮调轮班的概念 对就是轮调的概念这样 那也有另外一种就是阶梯式它就会渐进 有一些是到三年级的时候它才会去实习 那大部分都还是三三轮调的状况 那就是他们的学习方式 那还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是 他们是没有寒假也没有暑假的 因为是一年一个学期是六 我们来算六个月的话 其他三个月三个月就填满了 那没有暑假也不会有寒假 所以他们的学生生活样貌 其实是跟一般学生有蛮大不同的 我觉得那个样貌可能真的会很不同 因为我们如果去实习去工作 就是我们的同学如果去实习两个月回来 他的样子都会不一样 或者说他会觉得说 我干嘛要在学校学这些呢 我在业界可能这些东西都已经会了 那你这种状况就是每三个月这样交换掉 那个在学校里面真的有办法坐下来 或者是在学校里面学学校里面的东西 或者是他会不会产生这种心理的状态 说学学校东西干嘛呢 我在业界我就学到很多 那学校教育还有什么用呢 其实他们在 我们就可以来谈谈说 他们在学校学了什么 那去到企业有学了什么这样子 那在学校他们通常就是一般的学科都要念 比如说国英术啊 自然啊 社会等等的 那另外一个 那会严重脱轨 那另外一个就是专业科目 比如说美容、美发、美甲、色彩学 这些或是一些安全的、健康的 他们会在学这样子 但是重要的事情是别人一个学期 其实等于他们的半个学期 所以他们的学习内容是很压缩的 那也有经教生跟我说 其他一本课本都还没有上几堂课 他又要再换下一本课本这样 那到了法郎他们怎么实习呢 其实一开始当然就是他有承袭的一个传统学徒制的这个概念 所以就是跟着师傅或是跟着设计师进行做中学 但是做中学还是有一点就是难以想象之实际上要怎么做 那首先他们当然就是从看开始 那有一些尖叫声说 那如果有一些店家他只是就是劳动力需求 需要你一直帮忙洗头 那他们怎么学呢 就要偷看 那再来的话就是当设计师有一点时间 他可能就会让这些尖叫声站在旁边看 近一点的看 那甚至这个客人比较友善的时候 他就会跟你说那你可以动我做什么 你跟着我一起做 那再慢慢的可能当这个尖叫声的能力独立起来了 就会有机会让他一个人去面对客人 所以其实有些尖叫声就会跟我们说 他们非常珍惜跟自豪自己拥有那个个人的时光 因为代表他的技术已经到达一定成熟的地步 那就像老师刚刚所说的 其实他们在实习现场学到了很多产业真正需要的技术 以及他们非常了解客户对于他们的期待是什么 所以这个东西回到学校之后 他们的确在学校的教育当中会产生一些冲突 甚至会有排斥吧 他们会排斥 比如说他们会认为学校教的东西没有用啊 我印象非常深刻有一个尖叫声告诉我说 他们在那个做头发的时候 他们就看到有一些做 比如说是要做比赛型的 他们就在头上编一个篮子 这对他们来讲就是没有用的技术 因为他觉得我去到防篮 不会有一个人期待自己的头发编成一个篮子 那但是又会有人 另外就跟我们讲说 他们就是练习都在假人头上练习 那没有去过现场的 他就会坐在位置上面转动那个假人头 但是去过现场的尖叫声 他们就会站起来 围着那个假人头在做事情 这个时候老师就会觉得尖叫声在找麻烦 就是可以做的事情 你一定要站着做 那你是不是就是在找我们麻烦 然后你是故意的 但是他们就说 老师可是你在法廊 你不能转那个客人的椅子 我只能站着 所以他们就会觉得 学校教育的东西并不适合用在实习现场 所以他们某程度就会 否定学校教育的价值 当然这件事情很有趣 就是当他否定学校教育的价值的时候 他会更拥护尖叫合作 因为唯有尖叫合作 他可以去到实习现场 学到最实际的技术 这其实蛮有趣的 里面也会谈到一些人的想法 就是说 我可能在学校里面 没有太大的成就感 可是我需要这个学历 我在学校里面 学到的东西可能没有什么用 可是我需要这个学历 因为这个社会是需要这个学历的 所以某种程度上就是 好像没什么用 但是又有一种有用的东西在里头 您刚刚也提到一个现象 就是在建教生的实习的现场 可能有人就是在旁边看 有人可能就是洗头 有人可能就是有点 偶尔会学到一些设计的技巧 有时候会跟客人互动 这是一个进程吗 还是每个人的命运是不同 会不会洗头洗了三年都在洗头呢 其实这里面就会有很多很复杂的成因 就像是我们每一个人去做了 比如说我以前做记者 那我们同样都投入记者的行列 但是有的人可能会成为很出色的记者 有人是一个表现很普通的记者 有的人很不适合做记者 他就离开了 那其实在做美法的状态是一样 我曾经有问过设计师 设计师也说 那其实最基本的工作内容 是所有的人都可以做得到的 但是你一旦要成为一个出色的设计师的时候 你其实是的确需要强调一些天分等等的 那我常常也会被问到说 那个建教生毕业以后 离开产业的跟留在产业 并且成为设计师的人 他们的命运这么不同 到底如果要找出一个最关键原因是什么 那我觉得这个问题很有趣 我想了很久啊 后来又回想到建教生告诉我的 他们常常告诉我说 站久的就是你的 所以其实他们是要非常的讲求 他们要在现场能够吃苦耐劳 可以待得住 然后愿意接受这样子的一些挑战 或是一些艰难 他们才有可能继续留在这个产业 这本书其实有一个另外一个 就是建教师他变成了建假生 这个吃苦站的久 然后忍受某种的艰难 会不会就是那个建架生会被浮现的因素 其实他们的工作其实是真的蛮辛苦的 那我们可以想象有很多激素性的工作 都会被机器所取代 但是其实美法产业的工作很难被激素去取代 但是他们要做的事情又包括洗头 然后包括烫头发染头发护发 这些东西都是需要高度人工的 那反映在他们的劳动条件上面 会有什么样子的辛苦之处呢 包括他们需要长时间的待在这个环境 工作环境里面 那他需要长时间待在这个工作环境里面 也有一个很大原因是因为他们的 在我的研究是2008年到2013年 这段时间去做的田野 那当时呢主要都是用 既建制的方式在算他们的薪水 所以在这样子的情况下 他们待在店里的时间越长 他们就有机会遇到越多的客人 这就会造成他们的工时是比较长的 再来第二个就是因为他们是既建制的 然后薪水是用点数去计算的 当时的建教生告诉我 他们一个月可以领到的生活津贴 因为他们在当时的劳基法规定底下 他们属于技术生专章在规范的 并不是一般的劳工 那他们所领到的薪资其实叫做生活津贴 大概是9000块钱到13000块钱 不等一个月 那这个数据资料大概是在2013年左右的 还有效的 那所以就会造成了高工时 但是薪水是没有 就是按照那个辛苦的程度在做计算的 那还有他们会辛苦什么 就是他们没有办法按时吃饭 因为客人都是在休息的时间去到发廊的 所以也就是说正常人在休息的时间 反而成为他们工作的时间 对 那我印象中 不知道老师有没有印象说 你进到发廊 然后从开始进去到洗完一颗头 大概要花多久的时间 看头发的长短 大概二三十分钟 如果以前年轻的时候头发比较长 可能比较小的设计可能就花比较久一点的时间 是二三十分钟 那当时我访问到的见教生他们有一些就告诉我说 他们的薪水一颗洗一颗头大概是二十块钱 哈?洗一颗头二十块? 对 一点一点 一点就是二十块钱 可是像老师的经验是头发比较短大概要三十分钟 像我头发这么长 我可能需要四十五分钟左右的时间 他们就必须要拼 一直就是去赶工 这跟很多时候那个 在高速公路在做客运的 就是要跑的烫翅 然后他拿到的钱就比较多 他津贴就比较多 就类似这种做法 但是当然我们必须说就是 不是所有尖教生进去就是一直在洗头 他当然还会有其他的工作 那些工作技术性比较高 或是店家会有一些成本的计算或考量 那他们可以获得比较高的利润 甚至如果你能够帮法郎卖产品 那你也可以得到更高的利润 但是其实也有尖教生大概跟我说 他一天最多最多大概可以洗十个客人 那我们听起来好像也蛮合理的 如果是半个小时计算的话 他一天的工作时间大概会有五个小时都在洗客人 那如果遇到我比较长头发 可能就是十个小时都在洗客人 但是手要一直碰那个洗髮剂 是所以说他不只碰洗髮精 他还要碰水 然后洗完了以后要吹干 然后吹风机是热风 所以他一直是要面临一直干湿交替 冷热交替的情况 所以他们的劳动处境还有一些比较辛苦的地方 就是他的手 皮肤上面其实都很容易有一些状况 那他们常常就是会跟我描述说 他的皮肤状况怎么样 比如说他们就说关节的地方就会裂开 可以直接看到里面的肉 或是有人他们就说因为戴着手套洗 所以说那个洗的时候水会流进去 那就会在里面闷热 那他上面就会长出一块一块红红的 所以说他不只高工时 然后薪水比较低 那包括他们还有一些身体上面的辛苦 那还有要饿肚子 这些都是他们在劳动条件上面比较辛苦的地方 高工时 然后低薪资 然后会有一些没有预料到的工商 而且还要去做业务 那但是还是有很多人愿意当尖叫声 为什么呢 我们先休息一下 再来尖叫小蝶 曾经有一段时间我非常把眼睛放在他们所遭受的不平等待遇上面 可是后来我在更进一步的跟他们做更多的交流 以及我自己的反思以后 我发现就是 其实他的理解跟我的理解是不完全一致的 怎么说 比如说我们会认为说 他在里面失去了很多 可是他其实眼光不只看到他自己失去的东西 他也看到了他得到的很多东西 然后就我们来讲 我们可能会觉得他是去实习的角色 所以说他是受益的人 那企业是施予者 给他们一个机会 给他们一些经济的支持 然后教会他们一些技术 但是其实这个施售关系 在尖叫声的眼里是交换关系 也就是说他把他们跟业者之间拉到一个平等的地位 我不是你是给予的人 我是在下面就是拿到东西的人 欢迎回到参赖时光会客室 我是主持人管中翔 参赖时光会客室是由公民行动研记录资料库独立制作 非常欢迎大家能够转发或者是分享我们所做的各式各样的报导 以及人物的专访 也期待大家可以透过捐款的方式来支持公库的运作 让独立媒体可以成为真正的独立媒体 做更多更深入更好的报导 今天在节目当中要来跟大家介绍一本书 叫做《失去青春的孩子》 尤其文化出版作者图小碟 也在我们现场跟我们一起来分享 小碟你好 老师好 大家好 刚刚小碟有跟我们讨论了这个建教生 大概一提的一些制度 其实在现场上面会面临到的一些问题 那也特别在上一段的最后提到这个建教生 它其实常常是一个高工时 然后同时也有也是面临到了这个低薪资 那甚至也会有一些手的伤害工商 或者是还要去做业务去推销这些美容美法的这些用品 所以它其实看起来这劳动条件并不是很好 可是每年其实不只是美法美容这个产业 其实在很多的产业内面都有大量的建教生 进入到这样的一个系统当中 当然一开始的时候你有提到你的表妹 为什么会去担任建教生 他是比较主动的 他因为接触了之后 可是实际上面呢 这么每年这个数以千计数以万计的这个建教生 他们又是如何成为建教生的呢 是 那谈这个问题的时候主要就是两件事情 第一个就是他们为什么要去做建教生 然后再来第二个是他们是怎么知道建教合作的 那我们先来谈谈就是他们为什么想要去做建教生 其实根据政府的官方资料啊 大概有很多比例的孩子 应该是一定比例的孩子 他们是大概因为两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就是他们是学习弱势 也就是说他们其实在一般的教育制度的这个管道当中 他们有可能是成为学习体制里面被排除的 相对比较低成就在学习现有的系统当中 是不是低成就的孩子 然后或是他们的分数甚至是没有办法去找到一个 可以让他们进到的学校的一个状态这样 那再来第二个大概就是因为他们需要家里的经济有一些状况 那这些都是政府官方资料的统计资料 告诉我们的这样 那其实根据我在2008年一直到2013年做这段天野资料 大概访问了17个学生的经验里面 大概归纳出来的成因也是这样 那部分都是因为他们说对学习没有兴趣 或是真的考不上好的学校 所以他们就投入了建教合作 那再来第二个部分就是因为家里真的有需要 那我印象当中就是有一个建教神就告诉我说 家里有家他自己有三个孩子 那妈妈也没有工作 就是靠爸爸的一份工作在赚钱 而他如果去念人建教合作 他赚的钱可能可以跟爸爸的薪水差不多 大概就是所以就这个家庭如果靠爸爸的收入 大概就是不超过2万块钱的情况下要雇这么多人 所以他就会觉得这在他们的世界里 他们会认为这是一个好的机会 因为我有能力跟爸爸有一样的就是经济肩膀 可以帮助家里 所以说他们就投入了建教合作 那还有一个其实是在政府的资料里面并没有揭露 然后我察觉到的一个状况 其实他们应该都是家里的 家庭关系有一点问题的孩子 所以其实我们都是小孩子 我们曾经都当过小孩子 当我们的父母有一些状况的时候 我们其实并没有能力离开这个家 可是建教合作第一个最重要的事情 是他提供这个孩子一个经济的来源 那可以帮助他们有能力离开那个 他们认为原生有点问题的原生家庭 这样子 所以他们大概会是这样子的原因去到了建教合作 那当然就是我们要去到建教合作之前 我们要先知道世界上有建教合作 那他们怎么知道呢 其实大概在国中三年级毕业之前 学校就是这些建教合作的学校 或是建教合作的一些企业 他们就会去到国中去 然后去做一些宣传 就会去招生 对会去招生 然后其实那概念就有点像是就业博览会的概念 我们以前大学快要毕业的时候 毕业季也会有很多企业进来这样子 那他们的招生方式大概有几种 一种就是就业博览会的方式 那另外一种就是招会的形式 大家在大礼堂上面听大家说明 我看你的书女朋友觉得 哇好像直销大会这样非常精彩 每个人的话术都很强 是 那他还有一个就是进到学校里面 像以前我们可能选优良学生会去到里面做宣传 大概是这三种形式 那他们讲什么呢 其实我归纳出来 我就会说他们会说三友一进一出 什么是三友呢 他会告诉这些孩子说 你进来有钱可以拿 再来你有文凭 我还会再帮助你考到你该要有的技术诊照 然后还有一个是有什么 有钱 有一技之长 那一进一出优是什么呢 就是因为他们通常会尖教合作有很多男生北宋 或是东森西宋的状况 那他们其实就是会去到一些城市以外的地方去做早生 那他们会告诉他们说你们来到大城市这里有最新的技术 有最好的老师 就是一个很现代很光鲜的想象 对 那就是会吸引他们来到大城市 那有一些企业甚至会告诉他们说他们在希望可以带孩子出国 或是说从外面引进有专业的国外的专业人士进来学校授课 那大概就是这些东西去跟孩子说来吧来吧来加入建教合作吧 那这个蛮有诱因的蛮吸引力蛮强的 就是这个吸引力又刚好符合这些孩子 他的背景或是他的生命人生的需要 或是在现实上面的需要 是是是 所以其实他们就是投其所需嘛 那事实上的确在建教合作的过程当中 我们先不看 其实进城市也是事实啊 那出国可能就是看状况了 那建教合作的确也就是供应了他们这三个他们在生命当中原本要失去的 而投入了这里面 他有可能翻转他们的命运成为他们这一个生命的一个机会 有点像救世主出现了 所以他们会就是会投入建教合作 但是其实依照你刚才的说法就是 虽然他抱了这么大的期望 而实际上面他也会拿到一点钱 那可是在他的这种实习的过程当中 或者是他毕业的过程当中他可能也失去了他的青春 甚至可能失去了他的健康 或者甚至他可能一直处在一种洗头洗不完的那种状态里面 这些孩子怎么去看到那个现实跟理想之间这么大的落差呢 其实我在比如说不管是看报章杂志的资料 还是在去跟他们访谈互动过程当中 我曾经有一段时间我非常把眼睛放在他们所遭受的不平等待遇上面 可是后来我在更进一步跟他们做更多的交流 以及我自己的反思以后我发现就是 其实他的理解跟我的理解是不完全一致的 比如说我们会认为说他在里面失去了很多 可是他其实眼光不只看到他自己失去的东西 他也看到了他得到的很多东西 然后就我们来讲我们可能会觉得他是去实习的角色 所以说他是受益的人 那企业是施予者给他们一个机会 给他们一些经济的支持 然后教会他们一些技术 但是其实这个施售关系啊 在建教生的眼里是交换关系 也就是说他把他们跟业者之间拉到一个平等的地位 我不是你是给予的人 我是在下面就是拿到东西的人 但是这会不会是一种精神胜利法 就是我没办法 然后我就只好在精神上我就是跟你平等 可是实际上面从所谓的客观条件来讲 这当然不同的角度 他其实是被剥削的啊 对我觉得这就是要取决于我们用什么样子的眼光去看待这件事情 那我觉得我在做这个研究的时候 我希望我可以尽可能从他们的立场去出发 那我的想法比较单纯 我认为没有一个人会去选择一个对自己不利的选择 那如果他选择了一个我们看起来对他不利的选择 那有可能是因为他们在这个当中看到了什么对他们有益的事情 而这是我们的位置所无法察觉的 举例来说他们会很以以为傲的是他们跟一般生有很大的不同 因为一般的学生他们三年都坐在学校里面对着假人头 可是他们三年有1.5年的时间去到了企业实习 面对真实的客人 面对真实的客人也是 人跟人生都是 对 然后所以他们会觉得他们比这些正规班的学生略升一筹 而且他们毕业及就业 那这是其中一个 而且他们在社会历练或是人际网络的这种关系的建立上面 其实也会比较强 对对对会比较强 然后再来的话就是我们刚刚有提到就是交换关系 他会认为说我付出我的劳动力没有错 然后我换取我要的东西 而不是你给我你施舍一个什么东西给我 所以我必须要为你做所有你认为我应该要为你做的服务 我觉得这在观点上面是有很大的不同的 对 这的确就是这本论文应该不是论文是书 虽然他是改编一些论文 我觉得好看的地方就是每一个人他都是 你访问了十几个孩子 那当然里面没有所有人都写出来 可是每个人都是一个独立的个体 然后都是一个个别的主体 然后我们在面对这样一个结构性的问题 其实我们会看到人是有能力跟有力量的 比较不是一种所谓由上而下这种把这些人都框建树 那虽然我们的角度每个人的角度会不同 每个人的看法不同 但是不能够否认人是有这个人动性的 在这样的一个甚至可能会是一种所谓的被剥削的过程 但是会不会有人会觉得说 对啊有人动性可是体制就是这样子啊 反正你们就我们的体制就是你在怎么能动性 你还是被我剥削他还是很开心啊 这个体制还是很开心 会不会出现这种结果呢 我觉得我们就是常常在讨论一件事情就是 到底是行动者有能力还是结构的力量最大这样子 那我们我并没有选择就是站在行动者这边还是站在结构这边 当然我们试图想要做的一件事情就是当我们看见行动者的能动性的同时 不要忘记就是结构的力量作用在他们的身上 当我们看见结构对他们造成的限制的时候 我们不要忘记其实行动者在里面是能够做一些事情的 那再来就是我印象比较深刻的是他们其实他们的薪水或是他们的劳动条件 他们会去跟他的生活周遭的人比较 比如说像那个家里有三个孩子 他会跟他的爸爸做比较 然后或是说他们其实也会跟设计师做比较 那再来的话就是他们 我记得他们常会跟我说我问他们劳基法的事情 那可能就是我假设他们不懂劳基法 所以他们不知道他们被保障 或是他们的什么叫做基本工资的概念 那他们就回我跟我说这些新闻上面都有报 意思是我不是不知道 他就说可是这个社会里面有多少人被劳基法保障了 然后或是说大家遇到不平等的事情的时候 大家都真的去行动了吗 其实事实上在整个劳动的环境里面 好像不行动的劳动者是多于行动的劳动者 然后再加上他们是一群孩子 15到18岁的孩子 假如我们的成人世界都难以去面对这样子的状况 然后去争取我们的劳动权益的话 我们可能对于孩子来讲这件事情又是更难的事情 但他们又不是不看见 他们都知道这些法令规范 他们知道业主在他们身上做什么事情 所以他们可能会做一些对抗 比如说有一个见教生 他们就称老板娘不在的时候偷偷回店里 去翻老板娘是怎么算他的薪水的 就发现老板娘没有算对 可是他也不敢直接去跟老板娘说 因为他说了就代表他去偷看了 所以他们其实是有意识的 我觉得在他们身上看到很多劳动意识展现 这件事情是很特别很有趣的事情 所以这也是我常跟同学在讨论说 其实有时候那种反抗是需要练习 然后是要很小的细节当中 而不是一定是那种集结式的大的对抗大的fighting 在很多东西它事实上是有可能性 其实你的书里面有提到一两个人 他们其实是有在做fighting这件事情 可以讲一下这两个人的故事吗 像其中有一个就是印象大概最深刻的一个就是校业的故事 那他其实就是在过程当中 他就是遭遇了一些不平等的对待 那他当时是希望可以回到学校去 但是因为学校并没有重视他的这个状况 所以他就休学了 他休学了以后呢 或许他在休学之前他就开始采集资料 然后他去详读了很多法令了之后 他就发现其实有很多东西都不符合规范 所以他就反抗了 然后他就是也找到一些老权的团体 然后去要求他们 要寻求他们的帮助这样子 那最后呢他获得胜利了 可是他也离开那个学校了 所以你说他是不是真的胜利 就是还是 看什么角度去看 对我们怎么去看待这件事情 可是我们可以看得出来 然后他会回去去跟他的同事 或是同学做check说 你们现在的条件有变好了吗 那我们不能小看这件事情 其实他是一个会扩散的 当有人知道原来寻求这种方法 可以拿回那些被人家夺取走的东西的时候 他们就会开始有一些劳动意识 那我还有印象非常深刻另外一个小韩 他就是告诉我说 其实他原本没有劳动意识 但他后来他的学妹进来后 就去跟店家说 你违反劳基法 劳基法规定我应该要有多少薪水 但你没有给我 然后其实我觉得有的时候 也不是店家真的故意要去犯法处罚 或许一直基本工资在调整 他们没有知道这件事情 然后还有这整个产业的传统 是一个师徒制的 师徒制以前本来就是没有知心的 雇主会给你吃的给你住的教你技术 那在这样的情况下 他的那个传统的概念 你是没有这些就是我们现在 劳资关系的一些概念 那所以回过头来说 这个小韩的雇主 后来就给他们 罚令保障应该要有的薪水 那又让他们知道两件事情 是第一个是他们被保障的 有东西在保障他 而保障他那个东西是什么 那再来第二个就是 原来这样子是有用的 他们就会回过头去要求 从这些故事我们看到这些小孩 就不是小孩 这些孩子 其实是一样 就是这些年轻人 他们其实都是非常有能力的 对他们是有智慧是有想法 但是也许在既有的那种 比较苛旧式的体制当中 这些是没有办法让他发挥 可是如果我们把他都把他当做是 你都不会你都不懂 然后甚至某种程度的放弃 我觉得你根本就是一个 我觉得是所谓的大人的误判 这个系统体制的误判 那我们刚刚谈到建教生 当然是因为有建教制度 他才会有建教生 那这个建教制度 到底是怎么来的 就是你的文章 你的你的书的后面 就会跟我们谈到分享说 这个建教制度的这个发展 其实一定有制度 他才会有这些人 那这些制度又是怎么产生的 跟整个台湾的这种教育体制 或是甚至是产业体制 有什么样的关联性 其实建教制度很早很早就出现了 我去查资料的时候 在1934年就是民国28年的 国民政府训令里面 就已经出现建教合作 这样子的概念 然后在1953年的时候 台湾就颁布了 台湾省建教合作办法 那在1969年的时候 沙鹿高宫 他是台湾第一个办理建教合作的学校 所以其实他在台湾是有一段时间了 那至于为什么会有建教合作的出现呢 我印象当中有一个 1974年有一份政府资料是这样说的 他说建教合作为的是 让教育与国家建设配合发展 所以教育是为了要国家发展 对 所以这件事情很打破我的理解 一开始想说建教合作就是 很多人会说他是一个三营的制度 学生学到技术拿到一技之长 然后也获得经济的支援 然后学校可以米平学用的落差 而企业可以得到人力的补充 而且可以培训人力 但是我们回过头看说 其实他一开始是跟国家的经济发展有关系的 那其实也是在那段时间 国家经济正在起飞 而不管是人才还是人力都赶不上 那个台湾经济起飞的速度 那这个时候他们就必须要去找人在哪里 包括人才或是人力在哪里 那当时有几个做法 第一个就是送现有的人工进学校去学习 去提升他的能力 再来第二个就是我们直接进到学校 去找到那些有能力的人才 进到我们的产业 那再来第三个当然就是因为人力不足 所以他们就是要去找到人力补充的可能 这大概就是一个建教合作的开端 那其实意思就是说建教合作 它一开始作为一个教育制度 它不是纯然的教育 它是带有经济的思维跟概念 是跟国家发展是有关的 所以说衍生到后来我们在看整个建教合作运作的时候 不免都会出现一些企业的角色或是经济的概念在这个里面 你这本论文写了五年 论文写了三年半 但是这本书写了五年 三年半其实做了很多的田野 然后也到台湾不同的县市去做防调 然后也你的书里面提到搭了很多不同的交通工具 对也认识了很多的人 我很喜欢问的一件事情就是写完这本书写完这本论文 这本论文还有得到了是当年的这个台湾社会学会的这个论文奖 那写了一本论文之后我就喜欢问的是 你在这里面得到了什么东西 对自己有什么改变 因为这个论文的初衷是来自于你的表妹 你看你的表妹 那从现在开始或是小杨之后 对你的表妹的看法有什么不一样 对自己的看法有什么不一样 其实就是我觉得以前在做研究的时候 最常会被人家问的两个问题 大概就是你的研究发现是什么 还有你的研究贡献是什么 但是我每次回看我这段经历 我认为就是我的研究发现跟研究贡献 都是从别人那边作用到我自己身上的 而不是我作用到这个制度 还是我作用到这些行动者的身上 那我印象最深刻的一件事情 是那时候我跟着大家去招生 然后大家都在一个空间里面 他们就跟我聊天 就问我说你几岁 我就跟他说我24岁 他们说那你生小孩了吗 然后我就想说原来在你们的观念里 24岁应该生小孩 我就跟他说我没有生小孩 他说那你结婚了吧 我说我也还没结婚 他就说那你有男朋友吧 我说我有男朋友 他们就尽快的离开了这个话题 那去到第二个话题 他就问说那你现在在做什么 我说我现在在念书在念研究所 他就说那研究所又是一个很 就是不理解的词 所以就说那你在哪里念研究所 我说清大 然后他们就清大 不知道怎么结束 那清大在哪里 刚说新竹 快快快快他们就 赶快再跳过这个话题 那其实这个对谈对我来讲的 影响很深 就是我发现 其实我认识的这个世界 跟他们认识的世界 其实是不一样的 那我是不是带着我的认识 去认识他们的世界 会发生一点问题 那我后来就发现 假如认识是我的衣服 那我应该要把我的衣服全部都脱掉 去到他们面前 我才能够真正的认识他们 不会带着我的预设立场去理解他们的问题 那我就会去问最笨的问题 因为这个最笨问题背后答案 可能跟我想的标准答案 都会有很大的不一样 那这件事情也让我发现 就是我们每一个人 其实都是从自己的认识出发 去认识这个世界的 那在进一步以后 我会发现设身处地很重要 可是当我真的试着设身处地去理解他们的境遇的时候 会发现 其实人根本不可能完全的设身处地 那好像就遇到了一个障碍是 如果我要设身处地 但我也没有办法做到设身处地的下一步是什么 我觉得就是承认我有限制 还有我有认识的极限 当我承认我有限制跟我有认识的极限的时候 我或许会比原来的我 对于他们有更多一点的认识跟了解 能够更多一点的亲近他们 那再来就要认知到一件事情 就是我永远都不可能成为他们 我印象当中 曾经有 就是有人建议我说 你要不要就去考建教神 然后就去现场实习看看 他们到底经历什么 我当时觉得蛮有道理的 可是整个研究做完后我发现 就算我考上了 我去到现场做实习 我都不是他们 你还是一个徒小爹 你并不是他 我不是他 我跟他的生命经验 我跟他的家庭背景 你能够尽量的接近吧 我只能尽可能的接近他们 对 然后我觉得这就是我的认识 那再来就是在整个书写完了以后 在分享的过程当中 我常常听到一些回馈 那些回馈是 小爹我看完你的书之后 我觉得很愧疚 我就觉得我好像 一直在激发别人的愧疚感 他们会告诉我说他们为什么愧疚 还有他们开始发现 他们并没有在乎过这一个 其实每三个月 就会跟他们接触一次的人 那我觉得就是 越认识就可以 就是越理解他们 当越理解他们了以后 我们才有可能越同理他们 而我们有办法同理他们的时候 这个关系才会变得更友善 我觉得就是在整个研究过程 跟书写过程给我最大的启发 我觉得这蛮重要 就是当我们发现 承认自己的有限性 我们才能够去认识更多的人 我们才能够对世界有更多的理解 那我们才有可能放下自己 不会一直从我们自己的眼光 去看待别人 那我们才有更多的交流 跟彼此未必是共好 但是至少我们是可以和平相处 或者是知道怎么共同走下去 这本书真的非常非常的棒 它不是只有在谈一个制度上面 如何剥削这些年轻的人 他其实也在谈的是 这些看起来 对很多有能力的人 看似无能的人 或者是他们可能是一群失败者 他们其实在他们的世界里面 他们找到各式各样的出入 甚至得到了某种的成就感 特别是里面还有人 他们所做的事情 比所谓的大人 比所谓有成就的人 更为重要 也更为感人 今天非常谢谢小蝶来接受我们访问 谢谢 我们下次有机会 再来跟你提到相关问题 我们下周见 拜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